凤林警分局不久前才刚办完猎枪使用教学课程 而4号晚间就发生猎人枪支物极致伤事件 60岁潘姓男子在4号晚间结伴去万荣乡二指山打猎 疑似枪支物极到左胸 血流不止伤势很严重 而同行的友人徒步两个小时索西下山报案 经营消防人员请求空勤来支援5号早晨吊挂下山送一抢救 环林县消防局5日凌晨接获了凤林警分局 西林派出所远警通报 有村民结伴前往二指山温泉不禁打猎 约3个小时前发生了枪及误伤的事件 因患者血流不止同行的4岁徐姓友人跑下山来报案 消防局凤林分队由分队长张志勇组成8人队伍入山救援 凌晨3点半时找到了攀男 却认为枪伤生命迹象微弱 判断患者开放性气血胸重度休克状态 考量搬运时间需要4个小时 而且还要横渡溪流 可能造成患者大出血 因此立即请求空勤支援 凤林分队立即派遣三名通人 还有当地的警察 还有住民 我们一起8人上山去前往救援 到了现场以后我们发现 该名患者他是还有生命真相 但是证明相非常微弱 那我们的指挥科立即依照经验来判断 申请直升机前往救援 那后来调查 我们天亮的时间约在早上6点30分左右天亮 所以直升机空行总队他们也是非常配合 他们在6点左右的话就把直升机开到现场去 将患者接送送往实际医院 那在这短短三小时之间 我们成功只将这名伤患 从鬼门关救回 从事发现场抬到我们的一个救援点 大概花了不久时间 路况是不是很难走 很难走 很难走 大概是怎么样难走 能不能说明一下 就是石头 石头 还有薄荷 凤林警分局表示 上周才针对了用枪安全进行宣导 没想到居然又出事 也再次提醒原住民如果持有未登记的自制猎枪 则依枪炮弹药 道谢管制条例第八条规定移送法办 可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科新台币700万元以下的罚金 记者林杰 凤林郑采访报道